也要注意 等時間拍電腦會做成物酒過路式 研究發現 過期較發生在55歲以上 中路年 明朗的物酒不保證變 有少年化出現 現在大部分是發生在30歲左右的男生 還有近時600塊都發生 較發生在55歲以上 中年人跟老年人的實力摄手 不保證變 不會做成物酒不不要失明危機 這是最新的物酒過路式 無路來越少年化出現 鴨戶醫師發現 最近大部分發生在30歲左右的男生 跟今次六百度以上發生 像現代人的壓力大 使用電腦的次數多 又再加上熬夜 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時候因為興趣 所以在這個方面 可能會造成像一些 黃班部的僵硬性是網膜發炎的機會會增加 醫生提供是當期總是有關過日 打電腦的工作 每一小時已經要有眼睛休息三五分鐘 冰箱時不可以冬米不要睡 晚上11點就要去睡 因為晚上11點到13點是眼睛休息好的 不減時間 要讓眼睛休息 保持輕鬆的心情 就會遵連回合 冰箱時要多多補充合物 葉黃素的青菜之果 像深綠色的蔬菜 番茄 紅蘿蔔 其實就有這種 葉黃素營養成分 那你可以從自然的食物攝取 或者是也有一些營養食品 葉黃素的這個也可以 攝取來保養 那一般我們會建議說每天攝取的量 在30毫克 或是30毫克以下 出外的時侯也可以住 太陽眼鏡 比面 在頭的照片 現代人要不住 常常加班 一旦出現眼睛不不 還是黑影 就要趕緊去給醫生看 只要調整組織 放上心情 幾個月就可以回合正常了 記者 総合報導